如果你在港邊看到魚內障之類的垃圾 你會不會直接把它踢到海裡面去 想說海裡面的魚也會把它吃掉 我剛到日本的時候也覺得這個動作理所當然 但是當我做了之後呢 就馬上被魚市場的人罵了 哈囉大家好 歡迎回到海邊過日子 我是Taku哲 上一集跟大家分享魚市場的潛規則 這集就來徹底解密強大的日本漁港 到底有哪些秘密 這些秘密包括 魚市場為什麼沒有腥味 漁獲價格是誰決定的 以及他們是如何強大起來的 看到大家對於上一集的回饋其實蠻開心的 而且很多人都很期待漁獲不落地 或是這些對於漁獲嚴禁的制度 總結了上一集的疑問 大致上可以分為大量的保利龍後續怎麼處理 最後漁獲為什麼會落地 以及跨越漁獲的污染問題 首先我先來回答保利龍的問題 絕大多數的日本批發魚市場 除了超大型鮪魚 金魚或者是活魚之外 拍賣中所使用的一手包彩 幾乎都是使用保利龍 甚至可以說在整個 蘇果啊漁獲啊這些市場上 保利龍幾乎是大量使用的存在 而且所有的保利龍還是全新的喔 不過我相信大家應該有耳聞 日本垃圾的回收制度嚴謹到非常的變態 所以其實每個批發魚市場 除了魚市場本體的硬體建築之外 其實還有一個大型倉庫 是用來處理魚市場所有的廢棄保利龍的 那這些廢棄保利龍經過處理後 根據他們從2014年開始到2021年的統計 他們幾乎每年的回收再生使用率都是高達90%的 而這些廢棄的保利龍 後續會被應用到能源 或者是其他塑料製品的製作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看看這部影片 他們有清楚說明整個保利龍 從生產 使用後處理 以及回收的整體過程 第二個問題是為什麼上級的最後魚還是落地的 這個原因其實牽涉兩種制度 第一個是漁港等級制度 日本的漁港分成三個等級 最高的等級是第三等 那目前賀劍魚市場是屬於第一等的漁市場 細節的部分我們晚點說 第二則是批發漁市場有內場跟外場之分 那內場是指漁會協會他們自己的處理場所 外場則是批發商競標買賣的地方 基本上都是需要放在包材或容器裡面的 而影片的後方 他是在內場處理 後續不經過拍賣 批發商就在旁邊 直接等候要拿走了 所以他們就有落地的狀況 還有在競標的外場拍賣時 大家的雨鞋跨來跨去 確實就是會造成污染 所以 每一個漁獲上面 都有一層塑膠薄膜蓋住魚的身體 這個功能除了保鮮保水之外 還有防止污染的功能 那上面有些也會印製一些商家的資訊 在日本品牌的商品 通常都能賣到市價外的價格 甚至有些是高出3到4倍都有可能 而既然談到價格 來問問大家一個問題 請問大家認為 同樣的魚種 活魚跟一隻釣活地加神經地還有血拔的漁獲 在日本哪種現場的交易價格比較貴 普遍大家認為會是活魚 因為活體最新鮮 那雖然答案並不同意 但私下他們跟我說 相對來講 一隻釣會更貴一點 解釋這個答案之前先跟大家講 日本漁獲的定價策略 而日本的漁獲價格其實主要是由中央漁獲市場決定 但影響價格最重要的因素 其實是人為不可控的環境因素 包括海面養殖也是 捕獲量的多寡都會反映在今年或明年的價格上 而日本漁業協會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去紀錄各地區的捕獲量 那根據這些大數據的統計分析 來分析出合適的定價策略 所以嚴謹的漁獲紀錄制度 是日本漁獲便宜或者是CP值很高的主要原因 比較不同的是 陸上型養殖 在日本陸上型養殖 比較偏向於品牌化的生產 因此它的價格就會有養殖業者制定居多 價格的幅度變化也就比較多一點 而為什麼一隻釣會高於活魚價格 是因為高級的餐廳業者 因為進完標之後 時間已經是早上的9點 但由於中午已經要開始營業了 使用活魚的口感會太有彈性 而精緻處理的一隻釣口感在中午至下午的時間內 就會比較有嫩感 而不會說咬不下去的感覺 這也是為什麼熟成的魚 比活魚現殺還要好吃的原因 我在用更科學的角度跟大家解釋 魚的鮮味其實跟ATP含量有關 ATP含量越高 魚的鮮甜也更濃郁 從這張圖片就可以很明顯的看出 完全沒有處理 讓魚汁暴動的時候 ATP含量就會大量的消耗 反之活地加上神經地之後 就能夠更大量的保存ATP這個東西 魚的鮮甜味主要是IMP這個化學物質 而ATP就是鮮甜味的來源 如果再繼續放的話 它就會變成是臭味 解釋完化學變化之後 再來看魚的變化 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活地加上神經地處理的魚 它可以存放的更久 鮮味也會保存更久 而這個時間剛好就符合日本高級餐廳 需要的甜味熟成特質 反而活魚雖然新鮮 但卻不能得到更好的口感 因此就有價格上的落差 雖然日本的漁會協會是價格制定的重要角色 但多數的漁獲價格決定權 依然取決於批發業者之間的競標 現在開始要進行為網漁獲的競標了 我們來去看看 大家有看到批發業者傳紙條給競標手嗎? 沒錯 這是日本第2種競標方式 叫做入渣 中文其實可以把它翻譯成投票 批發業者會把價格寫在紙上 交給競標手 最終價高者得 這種投票競標的方式 通常會針對大盤商所設計 因為他們的購物量實在是太大 相對價格也需要有所保留 不能去公開做競標 而這些大盤商的身份 幾乎都是當地有名的中大型漁企業 不是大型飼料廠 就是一些旋轉壽司的代工廠 幾乎一出手都是 好幾百萬在起跳的 看起來今天主要是飼料的大廠 在做競標 大家來看看這是什麼漁 你們就會知道為什麼是飼料廠在競標了 沒錯今天尾網抓到的魚就是包含沙丁魚 竹甲魚跟這些小隻的青魚 不過這些魚可不是要拿去做魚粉喔 而是要拿去餵這邊海上相往的怪物 鮪魚 青竿跟紅竿 順便來個下集預告 下次就帶大家去看一下日本的海上相往樣子 回到重點談到日本漁港為什麼沒有魚腥味 其實就是最早跟大家提到的 跟日本的漁港等級制度有關 漁港的評分總共有分成三種等級 最高的等級屬於第3級漁港 那目前賀劍魚市場只能屬於第1級 那所謂第1級的漁港呢 是指最基本的漁港都需要符合此項規定 那到底是什麼規定呢 給大家直接看法規 這個就是日本漁港整備制度的一個法規 非常非常的複雜 根本在這一集完全說不完 但大家放心 我就是能把複雜的事情簡話說給你們聽 記得幫我們訂閱喔 這個法規其實包含四大主軸 包含水環境管理 海鮮的品質 生產銷售作業環境 以及協會營運體制 以水質環境例子來說 大家應該都有觀察到漁港會有水一直在滴棉流動對吧 那是因為如果血水黏在地板上 就會產生臭味 所以會讓地板一直有水的流動 而這些污水大部分會在經由水溝統一收集到污水處理場 進行進化 這裡就是賀劍市場專屬的污水處理場 你沒有聽錯 打從漁獲上岸到銷售 漁港內幾乎所有產生的污水 包含漁類的血水等等髒污 都會進入污水處理場 經過過濾後才會排入海中 這是非常重要的關鍵 它不只讓漁港不會產生很嚴重的臭味 也讓海水非常的乾淨 同時在漁港內的用水 包含所有的海水淡水以及漁獲處理的用水 都需要使用經過淨水場所處理的殺菌用水 確保處理漁獲的乾淨 而這些水都需要定期抽樣進行含菌素的檢查 剛好日本的微網漁船要起漁了 那我們就邊看微網起漁邊跟大家介紹 日本的漁港其他制度 再來是漁獲品質的管理 漁獲的捕撈處理都有時間的管控 多數近海漁船都需要依照時間規定回港 無法回港比如說海上事故 這需要通報 這是為了管控所有的漁獲統一時間拍賣 因為如果回港的時間不統一 可能會造成仙度或價格的不穩定 因此這是所有等級的漁港都需要配合的鐵則 目前他們在把船艙的魚給撈上來 通常需要有4到6人來操作 包括船長會控制網具的升降 撈網手則需要用身體的力量控制網具的上下左右 我們來看一下他們是怎麼把魚給撈上來的 你看那個撈網手幾乎要把身體整個往前傾 他才能把魚給集中到網子裡面 把魚集中起來之後 船長會操縱機具把橄欖給拉上來 另外一位拉著繩子的 就是控制網子的開關 如果處理的不好的話 魚可是會 全部釣出來 其他在船下面等的阿伯呢 就是把網具拉到鐵籠的正上方 那如果滿了的話 就會拉到另外一個籠子上方 滿了一半的 像地圖 來自找的 有很多人想要知道 到夭壽就在雪上 那之後 這個就在雪上 要用氣 有喔 余會協會的人都會幫忙更換這些籠子 然後運到指定的地點去進行競標 真的是很景然有序的合作分工模式 好 大家你知道為什麼我要戴這個帽子嗎 他們這個帽子是大有學問的喔 像我們這一種是訪客參觀者 所以才會戴這種白色帽子 那他們呢來這裡拍賣的人 會拿到一個藍色小帽子 那拿到這個藍色小帽子其實可不簡單 他要首先呢他要有餐廳 或是那個販賣的執照或證照 才有機會參加這個 呃...征選的過程 然後第二個步驟是他要夠有錢 呃...也不知道說夠有錢啊 就是他就是需要有一些錢 去買那個藍色的小帽子 才有機會到這裡去拍賣 去買到這些新鮮的漁火 為什麼沒有申請的觀光客 禁止進入批發漁市場呢 他就是來源於陸地作業環境的規範 同時包括廢棄物分離 防鳥獸設施 防風防雨的設備 廁所作業期間定時清潔等等 不是新聞常說嗎 日本的重機具垃圾車都超級乾淨的 跟法規其實有關係 市場所有的運搬車輛是每天需要清潔的 過度賬物的一律卸決進入 這個我超總 因為我前老闆就是運輸業者 他們每天回公司就是洗車 那洗車也是他們業務的KPI之一 大家有注意看到鐵箱旁邊都會有些放在地上啊 或者是塑膠桶上的漁獲嗎 這些是每個漁夫的午餐跟晚餐 也是船長給各位的Bonus 就是他們的獎勵 之前我在漁會公司的時候啊 每天就是拿一箱回家 然後一箱就是有五公斤 這種日子是不是很爽 每天都有吃不完的魚 那最後一個協會營運體制裡面 有一個叫做環境毒性的情報共享 那什麼叫做毒性的情報共享呢 舉凡說哪個海域裡面出現很多有毒魚類 只要抓到就需要通報 避免混和 這些情報都會通知各個船長或船東 在抓捕前都需要注意 好那我們剛剛呢就掛完了整個賀劍魚市場 那大家可以看到它其實 就是非常的乾淨 然後也完全沒有錯位 大家可以看完我們影片之後 可以反思一下台灣的魚市場 可以做什麼進步 譬如說可以做污染水的處理啊 或是說趕快的 拍滿魚貨之後趕快做清理的動作 上述所講的所有條件 就是日本最基本的漁港應該具備的條件 可以理解成人家最爛就長這樣子啊 那最好長什麼樣子呢 等我下次去沖繩的時候拍給大家看 幾乎就是除了起魚之外 全室內的運作 影片到這邊就先告一段落了 很感謝大家看到最後 不知道大家聽完有沒有很震撼呢 如果很震撼的話 可以訂閱鼓勵我們一下 好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 掰掰 那下一集就跟著我們的腳步 一起出海餵魚吧 下部影片見 好幾乎 中文字幕——YK